接着看朱福章 朱福章 有这个问题就有趣了 它有一个图片 老师你看到它商品里面 有四条的这个面条 那它就有提到 四条的这个AB 这两条的四季豆 就是面条的 它又重 它又油 小水呢 有点吃水没不对 但是呢 它就是比较嫩 比较好吃 如果是 四条 这两条呢 它又带 它又老 小水呢 有点 沉测淡泡 它说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什么 这个考我们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 很可爱 因为阿婆好像是无所不能 其实我不是无所不能 这很多东西 我也是无法 我可以跟你说 在这里 稍微跟你说 让你知道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可能会去尋到 有什么情形 会去出现 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性 大家做一些参考 所以 但是很多 有时候就是 我们台队在说 就是一厘一通万厘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原理管理在这个地方 原理在这个地方 他住人 就是这种的情形 在这里 所以这给你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以外个人的一个看法 如果是在港 如果是在港区区域里面 如果是港区区域里面 假设在港区区域里面 有一个比较短 如果是港区区域里面 我们现在先说港区区域里面 假设在港区区域里面 这含着头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是港区区域里面 他扑着日照很强 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比较短 然后颜色也老化 他在大大 比较不高 所以当时 政府就要抵抗到这种更厚烈的环境 那么他的加速 他的老熟 有这种的差距 所以有很多情形 所以有可能就是AV 这种更短的 在港区区域里面 有可能就是 更险这个地方 更硬 所以他会比较短 更硬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是在港区里面 在港区里面 造型较低 通常是因为水分 水分的一个管 比如说你的水分控制 他会比较大 太多 这比较短的这种 通常他的肥水比较高 他就会比较短 比较幼 大一点会起来 简单来说 是这样 那还有一种情形是怎样 就是说你在做 做一些 比如说像天然气泡分类素 还是说有的人会 传这个果蔬生长树 虎虎虎 一种东西 还是说你在传这个GA3 一种东西 这 他都会让他 稍微较短 对吧 在这个稍微较短的 这个过程里面 你在传这边传有中 这个传没中 传没中 传没中就会比较短 传没中就会比较短 有这几种的 可能性 那么这个通常是有这个 经形 是这样 那么 吉他不然就想不到有什么 什么 当然有的说 刚才不一样的平静 这 也是有可能 但是同一张来 不可能 不一样的这个平静 那么 这种 亚条变异的 这个机会 很小 就是说 不敢说 没有但是目前 要看到 真是看到 亚条变异 有时候还说像 一张桌子里面 突然他一个这个基条 不知道怎么 叫停说共得 叫雷公共得 不知道 他那一张里面 桌子都很大粒的 跟那粒变得很小粒的 这种叫做亚条变异 这里水垢里面有很多 有可能有些 这个 有一个基条特别的 这个奇怪怪 这种叫做亚条变异 在这个桃子里面 都是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这种 一个这个 这个亚条变异 但是不敢说 没有 所以呢 因为 很难见到 亚条变异 所以我们 刚才在推断 都是一些外债的 这些因素 水垂 去传到 这种 荷蒙的 这个 无病菌 你处理了 无病菌 是说 打热 丁丁这个问题 我们来 做分析 所以 大家做参考 这个 你看看 因为 我们在判断 这个东西 有时候 他给的讯息越多 就越容易接近 与事实 不敢说事实 接近 接近 自然来 里面有很多 这种 事情 不是 很容易 完全去掌握 一刀切 判施形的 这种状态 其实 也很难 所以 这猝鼻猝鼻 大家做风 做一个探讨 好 有时候 在这样 担这个 虚敏肥 时 担 较嚼 一个 效果 还会好 很多 大致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听众朋友 先做一个了解 嗯哼 嗯哼